麦凯恩号驱逐舰在侵入了俄罗斯领海被驱逐之后呢 又来到了我们的东海 那他在东海派出的侦察机当中 发现有一款商用侦察机 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讨论之前呢 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美国动力网站12月2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正致力于扩大其位于太平洋深处的机场的规模 甚至是建造新的机场 以便在发生大国冲突时能够使用 报道称 美军新建的空军基地位于西太平洋上的提尼安岛 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以北约160公里处 此外 据美军发布的消息 美海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于11月28号 在东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补给舰 进行了一次海上补给作业 另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消息 11月27号 美空军一架RC-135W电子侦察机 前往南海南沙群岛附近空域进行侦察 另外美国私人防务公司的一架CL-604侦察机 前往台湾地区以北的东海空域进行侦察 而此前一天 这架CL-604侦察机也曾前往东海 最近时 距离浙江领海基线仅约73公里 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愿美 美方租用私人侦察机监视中国 如同恢复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俄冷战时期的特有做法 无疑给本意紧张的局势又增添了难以预期的变数 邻居美媒报道 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 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的几位知名成员 近日突然被撤职 报道认为 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最后阶段 对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专家 和国家安全权威人士的又一次清洗